各位好 今天是11月4日 星期三 有一段消息一听到来 真是人都昏了 就是阿里巴巴本来想着 是星期四、五日就挂牌 结果就延后 带来的冲击真是很大 不过既然已经公布了 你和我也知道 这已经不是什么消息 事件对大事的影响肯定是有 但似乎来说带来的冲击 又不是大得那么紧要 看指数已经知道 恒指今早先低开149点 到24,790 曾经再低见24,733 阿里巴巴虽然低开 腾讯虽然低开 但其他成份股 包括中工建 包括友邦 汇控 评保 这些都做好 结果指数慢慢升升 到25,093点才止步 即创了11月的高位 直到现在这分钟 11月的市仍然是先低后高 2日的低位24,232 升到今天暂时的高位25,093 是有861点的胜幅 但一个月的高低位 不应该在三个交易天之内出现 即是先低后高形态不变 11月应该有更高的指数 在后面见得到 剩下的10天线 未来这两天 可能会尽一步突破100天平均移动线